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 2月8号因为喝牛奶呛刀 被紧急送至台北荣民总医院 至今尚未出院 引发外界关注 针对李登辉最新病情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3号报道 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均 23号下午称 李登辉感染肺炎 先正在治疗 因其本身有心脏病 心脏功能较弱 现阶段只能使用抗生素 出院时间无法确定 台湾自由时报23号曾报道称 李登辉至今尚未出院 各种传言四处纷飞 对于李登辉最新病况 其记者向李登辉 主持医师陈云亮求证 陈云亮说 院方以下风口令 不便对外说明 据报道王彦均称 李登辉在入院之后的第二天 被发现有肺炎的变化 内时属于肺经润 后来变成严重一点的肺炎 现在以肺炎模式进行治疗 他称 李登辉目前意识是清楚的 但因年事已高 现阶段体能状态不是很好 肺部精水在控制中 对治疗及康复情况 王彦均称 因为李登辉体态虚弱 加上肺炎 无法确定什么时候 可以康复出院 无法积极治疗肺炎的原因是 李登辉本身有心脏病 心脏功能较弱 现阶段只能使用抗生素 目前处于稳定缓慢恢复中 但住院至今 已经三周都还无法康复出院 对此李登辉的主持医师 陈云亮表示 医院已经要求 对李登辉病情封口 任何人都不能透露 李登辉办公室主任 王彦均2月16号受访时称 李登辉饮食休息一切正常 没有发烧 且所有指数均正常 但98岁的高龄 加上有心脏病病史 医疗团队持续控制用药 消息也迅速在网络传开 虽然李登辉在政坛影响力 已大步如前 但网友却讨论热烈 其中批评者居多 对此岛内网友嘲讽称 自诩民主推手 实则抬徒教父 台湾内斗20年的始作俑者 也有网友发文称 李登辉是让台湾向下沉沦的领导人